梁山博与朱英台这部经典电影已经上映50周年了 当年返串演出梁山博一角的林波 今年已经73岁 再次在媒体面前现身 就是为了宣传今年迈入第50届的金马典礼 一同出席的还有金马影帝软金天 那么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金马典礼将在11月份举办 目前正在立邀历届的金马影帝后参加 黄梅调电影梁山博与朱英台 已经上映50周年了 当年返串演出梁山博一角的林波 让金马评审伤透脑筋 不知该颁给他影后还是影帝好 只好为他量身定作 史上第一个金马最佳演员特别奖 后来林波又以电影《风火万里情》 拿下金马影后 今年已经73岁的他 唱起黄梅调依旧是宝刀未老 梁山博一心要把 影台放啊 影台放啊 林波出席公开活动 为第50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做宣传 一同出席的 还有以电影《蒙甲》 拿下影帝的阮金天 两位相隔41届的影帝后见面 阮金天不断赞赏 梁山博与祝英台这部经典电影 50年前的电影到现在 即使到今时今日看 那都还是非常让人感动跟心碎 但是当中的桥段 比如说马文才那段 其实让我笑到不能 什么侠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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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立邀历届影帝后回台参加金马颁奖典礼 金马50对我来讲 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有两只50 所以我呢 到时候一定会跟金翰一块回来 也许我会连我的孙子啊 儿子啊 我们全家都到这边来庆祝也说不定 所有的历届影帝影后 都是我们今天想邀请的 我们现在很渴望能够联络到 两届的金马影后李丽华 对她在过去的港台电影史上 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一位演技好 而且非常美丽的女明星 金马颁奖典礼将在11月份举办 今年还将特别策划大型展览 透过迈入半世纪的金马典礼 道出华语电影变迁的故事 新唐人亚台电视 陈辉谋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